鱼粉是养殖水产的主要饲料 这种由野生鱼儿加工制成的饲料 可能导致过度捕捞 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本地就有研究人员 从大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提取微生物蛋白作为鱼粉的替代品 来看记者陈静林的报道 食品公司浸泡大豆时所产生的废水 一般会排放到废水厂 但南洋理工大学和淡马西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 发现废水中含有益生菌等卫生物 可培育出单细胞蛋白 能为水产提供营养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团队目前已经成功利用这类单细胞蛋白 替代养殖亚洲鲁鱼饲料中一半的鱼粉 在为期24天的实验当中 以传统鱼粉所饲养的鱼儿 和以混入了单细胞蛋白的鱼粉所饲养的鱼儿 它们的成长程度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以混合鱼粉所饲养的鱼儿 它们的个别大小反而更加的一致 制造鱼粉是用野生捕获的鱼 而野生捕获的鱼的数量减少的话 成分会增高 所以如果我们在新加坡国内里面 制造另外一种的蛋白质的话 这样制造这些鱼饲料会比较稳定 研究团队接下来也会对更多鱼虾 和不同类别的食品废水展开实验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